主宰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第一个 接受外界刺激 做出反应 在教科书的表达 你把刺激两个字改成信息 不管什么信息 你通过连了口鼻舌 发示触觉 进到人体 都在神明之心的判断下 我接受了 然后我再慢慢分析思考 然后做出判断 做出行动 这是心所干的活 这叫做所谓任务者为之心 任务就是接受万物的信息 做出判断 做出思考 再来 心次情志活动的发生之处跟主宰者 就是我前面讲五行的时候强调过的 千万别把什么五字洗露又失控 当作五脏发出来的 都是重新发出来 只是硬于五脏 露重新发出来 硬于肝 肝受露的影响更大 应该是这样说 然后心神统一魂伯意志 这里注意两个概念 那个洗露又失孔 中医叫做五字 然后这里这个神 魂 佛意志 中医叫做五神 这叫五神 中间可以 还有一个字叫做五 一般称五神 实际上它是五脏之神 但五脏之神有层次 心主神这个神是最高的 然后这个是肝的 肝肠魂 肺肠魄 肺肠魄 然后是肥肠魏 肾肠字 我觉得中医的教科书很古怪 这个神魂魄 魏育这几个字 我发现大部分教材 只有出现名称 没有解决 内经讲到魂魄 一直有解释 但是我看到这个字面解释 也不到位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这几个字眼 有点敏感的 实际上这几个字眼 从古到经 一直在变迁之中 应该说变化到现在 我觉得那种离性色彩 应该不浓 它也不过就是涵盖某个领域某个范畴的心理状态 别的心理是在生理状态还是兵理状态 这个因为教科书没有 我现在也没法展开 我只能看我的课结束之前 还有没有时间多 有多想一下 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是随便的 随便就几个字 它有临障意义的 你说没有临障意义的 那么随便几个字 那么一带而过就算 但是中肌出现了之后 中诊没有 然后我发现什么 内外妇儿科 中药方机也不出现 就是我前面讲过 中医学的很多东西 在现代背景环境下 由于要忌讳什么 避讳什么 自己把它搞掉了 但是它也不是没用的 那么生理也很简单 你就按照这个来讲 首先这个人是思考清晰的 合乎逻辑的 我接受各种信息之后 进到新 经过新的处理判断 然后你反馈出来 应该有行动 那么从你的行动 从你的语言应答 至少能看出来 你的思路是不是清楚的 这个反应是否合乎逻辑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至少喜怒有失恐 应该是有吧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 你别以为没有七情才是正常 有才是正常 但是不太过 太过就是病 所以它实际上这里 生理上应该是不太过 属于正常反应 然后还有 所统的魂膊意志 应该是属于正常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 它这个 讲到说按照科书 这个大概放错地方了 这个心神统一魂魄意志 不是在这个神之内的 应该在前面那个 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 那个神范畴 而不是在这个神范畴 好 病理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怎么讲呢 精神意识 精神活动 或者是情绪活动 假如出了病理 无非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兴奋类 一类是疑之类 一个过亢 一个不及 这样分可能相对简单点 好 兴奋类 我们看一下 心凡 失眠 多梦 神智不灵 狂躁 詹语 你注意的詹语 两个字 以后你们学中诊 会有字面解释 我现在只用口头解释 分离化分碎状态 胡言乱语 身高有力 也就是说有点 分离状态的说胡话 但是不是说胡话 都叫詹语 有的是低弱五力的不叫 身高有力才叫 所以属于兴奋类的 第二个 狂 兆 你注意的 狂是精神状态 兆是竹字编的 是有动作的 那你比如说 我心中很烦 你只能说烦 但烦到你手乱动脚乱动 那就叫兆 这是兴奋类 下来是一支类 反应迟钝 仿佛 健忘 精神为米 四岁 然后慢慢就是意识朦胧 分岁 分离 你说分岁跟分离有没有区别的 有 分离是叫不醒的 分岁是可以叫醒 但叫醒很快 它又 又又又又又 又睡过去了 好 回到刚才那里 刚才我们讲的四个正 好 一个个推吧 心气虚 应该是兴奋还是医治 所以你可以补症状 通常我们补的就是精神不正 或是四岁 其实 不补大概也可以 这里刚才有个神疲乏力 那个神疲就是 当然你说我为了强调你补个精神不正 四岁 这一类的可以的 那么心阳虚是同类的 只是可能会更重 然后下来 心血虚兴奋还是医治 为什么兴奋 为什么医治 都对 心血虚确实可以兴奋 可以医治 但是它分开时间 血足阴 阴血不足 不能制约阳 阳有点虚心亢奋 会出现热咬心神 所以心血虚的人晚上是睡不着的 心烦失眠做梦 但问题它白天它是站起来的 一站 血上不去 血不上荣 所以白天是仿佛健忘 换句话就 白天一致 晚上兴奋 倒过来就好了 然后心血虚阻 心血虚阻有轻重 因为你注意啊 心血虚阻一般情况下 不是说它堵住了 公传生血的大血管 只是堵住了 公心用的那些血管 所以它一般只影响心毒血脉功能 对神智影响不太大 但假如 例如说你西医会分是心脚痛还是心肌梗塞 假如心脚痛那个一过性的 对精神医师应该影响不大 但假如心肌梗塞 它整个心功能度受影响了 那么邦血也受影响了 那可能就会出现神智症状 那多半是偏医治的 甚至可以出现昏迷 所以这个两看 大部分心血虚阻 大概影响不太早 这种是神昏的病人 这个不单止是神昏 神昏状态 那个手脚还在乱动的那种 只要到了这种状态 中医般算是失神的 等于说你已经不能自控 这属于失神状态 这里引入两个概念 原神跟失神 其所谓引入两个概念 其实是没新的东西 还是刚才讲过的 只是给它一个 更加轻视的名词 什么叫原神呢 就刚才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 那个神 你注意这个原 凡是一用这个字 那不用讲了 先天来的 本原的 比如说元气论的原 就是宇宙的起源 比如说我们后面讲的 元气 就是人体最根本 最重要的 源于先天之气 一讲元经就是先天之经 好了 你说这为什么用这个原字呢 中医学第一次用原神 是宇宙真引进来的 宇宙真从哪里搞过来的 道家 这个原神 世神的概念是道家 中医学跟道家的 佛道如三家 跟道家关系最密切 因为你到道家 他养生 他研究的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现象 只是你中医是从治病角度 它是从养生角度 各有所得 而养生学对神的要求 高于医学 所以他先走一步 也不奇怪 所以中医从那里引过来 这个思神是什么呢 就刚刚讲的 主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 那个神 思就是知识 那知识不用讲的 后天受教育得来的 你所有的思考判断 基本上是依赖你所受的教育 教育程度高 你可能 反正跟你的教育背景有关 神对人体那个统一作用 是一种本能的作用 先天就有 不需要后天受教育得来的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体内体外影响血压的因素 有一两百种 但是我们总能够把这 一两百种因素协调到 正常 不让你血压高 好像你并没有给他发一个指令 麻烦你帮我调血压 你没有啊 他自己会调 在体内体外影响 体温的因素也很多 你也没法指令 他自己就能适应 自己就能调 这种就是原神 你说原神怎么来的 恐怕还不是纯粹 从父母那里来的 他的概念会更大 这里引漏一个概念 西方的 西方心理学 弗洛伊德有个地址 叫做勇格 那么我们现在 经常会讲到一个名词 叫做潜意识 那么勇格又 在这个潜意识基础上 又搞了一个 叫做集体潜意识 其实更准确的是 集体无意识 什么意思呢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说话里 你的意思是表露出来的 但你说某些人的性格形成 你说这个家伙怎么那么暴力 那么可能他的 你可能能追缩到 可能幼年童年时候 有过什么心理或是经历 造成了他这个性格 这种是潜意识 但是能不能有更深的呢 还有 也就是说祖祖辈辈 遗传下来的东西 在集体无意识里面 它叫做圆形 这个圆形不是一个人 是人类共有的 比如说可能人类共有的 性格特征之类的思考模式 有几十个圆形 那么祖祖辈辈辈 遗传下来 到了你身上 某几个圆形会比较明显 再在后天的经历的 诱发下 可能它越发明显 那么这个就是集体无意识 也就是说人类共有 那么这种人类共有的东西 恐怕就不是纯粹意识问题 比如说我们对外环境的 适应比如说生物中 我们有个生物节律 它说我们对内脏的 那个自我调节能力 这种大部分是人类 一直一直这样移传下来 这种也是属于 集体无意识上 大概它的举例是这样 它说就像海上有座岛 我们的意识相当于 岛的险路部分 而潜意识是水中部分 而集体无意识是整个海船 那每个人都有三部分 可能海船部分会更大一点 这个就是原本 将近的学说 佛家也有 那叫第八识 阿赖耶识 我个人感觉 阿赖耶识里面提到的内容 跟逻辑的分量 比西方集体无意识还大 还深 人家是专门研究精神意识 思维活动 尽管它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东西 渗了进去 但是里面的一些心理的探讨 我觉得是不能忽略的 你知道没有 在古代的科学发展史 比如说西方的科学发展史 物资现象科学研究 精神现象没人研究 谁在搞宗教 你这抛给宗教 那么宗教搞 它当然渗入了很多宗教元素在里面 但我们不管这部分 但它对里面的心理现象的观察 至少在古代是强于医学的 现在我们很多研究还是 又是纪委 现在我们研究 明明可以借鉴西方的科学 也可以借鉴古代的 对心理的 属于生体层面 或生理层面的东西 可以引进来的 又不敢 纯粹把它当作宗教的东西 你把宗教那种东西 剥离不就完了 好 我们看看 原神属水 为什么说属水呢 只是比喻 水性清净 那么这里又进一步了 原神是在越清净状态下 对人的调控作用是越到位 那这里就 给养生学埋下了一个伏笔 等一下再做 好 自主发飞作用 不需要离法指令 施神 在原神基础上产生的 施律施见活动 因为你先有原神后有施神 那么两者的关系大概是这样 原神好 以后天受的教育也到位 施神就好 那么施神是以原神为基础的 它是后天的 主火 刚刚讲的 你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你的思考 每分每秒都停不下来 活性活跃 好 存于心 这个心其实 那个存于老存于心 我觉得意义不大 为什么老跟心是一回事 但是这里出来一个问题了 你看最后 其活动可干扰人 为什么呢 原神清净 施神不清净 所以施神用的太过会干扰原神的清净 原神一不清净 所以人体的调控能力就下掉 所以 知识分子 你看有几个身体 越聪明 越麻烦 施神用的太过 对原神的那个干扰大了 我们反扰一下 你看我们有时候 小灾小病 脚的失调 你不需要吃药 睡一觉就好了 睡觉 原神解释 他那个自我调节能力 至少比你白天 有干预状态要好 但是你注意啊 他那个调节能耐是有限的 你都说我什么病 我睡一觉就好了 没那么便宜 再往养生学上 养生学 我前面不是提到一个 整体观有个行神合一吗 养生学肯定是这样的古代 初级阶段 练行 中级阶段 行神经练 高级阶段 练神 就越往上练神的比重越大 你说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用原神 你看到最后 讲白了不就是路径吗 他路径看嘛呢 路径状态就是原神主事状态 你说我睡觉不是也行吗 你睡觉还在做梦呢 做梦不是失神 至少你的前意识还在做 但是你路径 你假如控制得好 你可以一恋带万恋 甚至可以完全无恋 那么这种状态 原神的功效完全发挥出来 达到什么状态呢 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无不为 千万别把它当作一句话来练 四个层次 由田而淡 由淡而虚 由虚而无 那么你就真正的人神主事 你说这东西会不会很玄 其一点都不玄 那你想想啊 你假如说气情太过 你至少精神一紧张 学管会出作吧 你加管神经会兴奋吧 那么内分泌会受影响吧 那你这几个系统一受影响 你剩下的不用讲的了 几乎免疫系统 什么系统都受影响 好 那我现在 我啥也不想 情绪很稳定 那换句话来讲 从西医角度里 所有的系统 都是处在最和谐 最没干扰状态 不是最合理状态 还有你在往生里面想 你精神一紧张 血管收拾 那么你精神一放松 它在最松弛状态 你有没有试过 坐在那边 人体放松 肌肉放松 肋脏放松 细胞放松 气放松 那就真的松 你现在躺在那边 听听音乐 就以为很放松 不到位 那真的放松状态 是最和谐 最协调状态 好 差别在哪里 原神者长于老 它的特征是 无私无虑 自然虚灵 自己调 而失神者发于心 有失有虑 灵而不去 所以养生用原神 这个你说能不能用五行来解 五行粗糙了一点 用卦来讲太简单了 梨卦 梨卦属虎 其实上 起码外相是火 别忘了里面有个阴谣 古人怎么讲呢 挂中藏挂 你不是火吗 里面这个阴谣 阴的代表物就是水 实际上它等于梨中藏坎 反过来这个坎中藏梨 那水中有火 火中有水 那么你这个外相 这个火就是石神 内在这个因 就是原神 所以我们说 那个人的思考 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清 一个是明 明谁管 石神管 清谁管 原神管 还有一个 古代讲 君主之官 你要知道 中国人理想的君主 是由两个君主构成的 一个君主是 儒家的君主 治国平天下的 那个是有为的君主 那就是师神 一个是道家的 最高层次 无为而至的君主 那就是原神 一加起来 内圣外皇 中国对统治者的要求 应该是这样 这才是主宰人体生命 活动的那个神 好 下来 新竹血脉 跟新竹神智的关系 大概不消想 血是神智活动的物质基础 所以血肉之心 对神灵之心的支撑作用 不用讲 你比如说 你运动 比如说 短跑前的起跑 那瞬间 你再镇定的人 心跳度较快 心跳越较快 你精神一紧张 心跳越较快 起码它攻血 会 那段时间会比较过 还有考试前 精神也会略略紧张 血管略略收缩 那是正常的 问题最怕你感到血管静弯 一片空白 心常神的内涵 刚才讲过了 忠于实际上是把脑的功能归于心 这个心你把它当作一个符号 既涵盖了血油之心 也涵盖神明之心 但是放到心还不够 还归到武藏 为什么你武制是归武藏的 还有武神也归武藏的 只是他由心同管 但是他的功能 或者是物质基础依赖武藏 或者是他的功能 对相应的藏影响比较大 所以应该说 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应该是多藏气的功能 协同完成 其中心老 是最重要的两个藏气 所以你从这里 我们又倒回去 去复习一下 藏相的来源 你从心这两个功能 就很能看出来 心足血脉 解剖之心 你从生理病理的反推 既可以推导到 刚才那个比如说心气虚 新阳虚 心血虚 心血虚 心血于主 我能推导出心足血脉功能 有问题 甚至也能推导出心足神志 跟他的相关性 好了 还有医学实践的反征 这个前面讲过 假如我这种推导错的 比如说 我补气 补血 活血 而达不到 改善心血虚 心气虚 心血于主 那你这个推导是错的 我都把它剖掉 那假如有效的 我就把它砍进下来 最后假如还不够 那么一些文化哲学的东西 就渗进来 比如说心足神志 这里面很大比例是 文化哲学的东西渗得进来 但渗得进来 不管你怎么渗 你还得要经过临长时间的经历 这是最后把关 所以结论 就前面讲过 含有解脱印记的功能系统 实际上是一个归类组号 你想想西那么多系统 终于只有五大系统 我五大系统要涵盖西所有功能 那我一个系统类的东西 肯定比西的一个障 它是某个系统的内涵要大 熏为阳障而主通明 首先什么叫阳障 这个我前面讲那个四项的时候 大概带过出来 那我现在干脆一下把心肝脾肺剩的 快点 讲一遍 那我上次讲四项的时候讲过 这是太阳 阳最多 这是太阴 阴最多 这是绍阳 阳有了不算多 绍阴 然后这里是阴阳交汇的地方 从阳录阴 从阴出阳 至阴 好了 那书本还有一个字 什么阳中之阳 阳中之阴 你注意啊 你看 阳中 之太阳 阳中 之 哨阴 你说这个阳怎么来的 那其他三个都是阴啊 简单 五脏分阴阳 心肺在上 属阳 其实前面这个字代表 阳子位置高低 那这个是阴中 之 哨阴 然后阴中 之 至阴 然后阴中 之 太阴 所以前面这个阴字呢 心肺 肺腎在下属阴 就那么简单 所以前面一个字代表 状腑功能 后面一个字代表 状腑阴阳量的 多少 表达意识不同 科学同学会看内经 内经有不同的条 我们 我们教科书里面 四个字不对的 它什么阳中之阳 阳中之阴 然后这里来个阴中之字阴 你见过古人 这样写东西的吗 四句话是四个字 还有一句话是五个字的 铁定都是五个字的 但我觉得文书本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内经有不同的说法 它没法讲 以哪个为准 以这个为准 这个是公认的 至少是现在公认的 道理上讲的过去的 内经不同的条文 它大部分是跟这个吻合的 但是有个别状腑是 在这一条 跟在后面编章的另外一条 会有矛盾 所以以这个为准备 那么心为阳 这样就好办了 首先你五行又属火 你配的又是这个两阳夹一阴的梨瓜 那说明你的阳气是旺的 这是生理特性 其实也潜藏着一个病理去向 你肯定是容易往阳多的方向去 而你的生理特性有没有好处呢 那你们心为阳藏而主通灵 这个通则是对新竹血脉而言 那我新竹血脉 血液要流畅 血液流畅我是靠阳气的鼓动 让血用原则脉道这样走 那个明指的是新竹神字 刚刚我讲的 诗神是管明 原神是管清 而我们一般看上去 表面至少是 感觉是那个明比清更明显一点 但别忘了 清在里面是把关的